大家好 我是郝廣才 1月9号我们要谈什么 我们要谈 什么是长期的储备 就是你到底要准备什么 那么当年就是1月9号 2007年1月9号 贾伯斯就发表了iPhone 那什么时候卖呢 6月29号才卖 这中间出什么事 他应该当天发表 当天就卖 或隔天市面上就有了 这样才趁着新闻热度来卖 为什么会拖这个时间呢 因为他越想越不对 为什么呢 他感觉他的玻璃太厚了 当时他这个玻璃厚4mm 就是0.4cm 他感觉太厚 他的理想是做到1.3mm 可是当时没有人做得出来 他越想而不对 结果他感觉玻璃太厚 东西不够完美 所以他后来就去找谁 找康宁公司 康宁这个公司专门是做材料的 偏偏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他们当年做错一件事 就是要测试这个玻璃的硬度 想要把它加热到600度 看看会不会出事 结果一不小心转错了 6跟9没看清楚 转到900度 结果发现太热了 来不及了 赶快把温度关掉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 玻璃已经烤成了 全部白白的了 结果因为太烫 一不小心冬掉在地上 玻璃有没有碎掉 没有 所以强化了这个玻璃 所以玻璃变得非常硬 可是这么硬的玻璃要干嘛呢 当时想不出什么用途 后来做成了玻璃制的烤盘 就是你用这个烤盘放进去 玻璃的 它这个加热呢 东西可以加热 你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玻璃不会碎掉 除了发明这个之外 这个玻璃就没用了 所以他们就把它摆在仓库里面 一直想不出用途来 所以都叫这个玻璃叫大金刚 就是它像大金刚一样强 结果没想到17年后 贾波斯想要一个够薄的玻璃 康宁其实早就准备好了 因为前面呢 Motora有一款手机呢 打开的时候 它就是要用玻璃 就是要用够薄的玻璃 所以康宁已经在研发了 刚好贾波斯来了 这个很像什么 你在卖柠檬水 突然有一个人从沙漠走出来 说我要喝水 那时候贾波斯在跟他说 你六个月做不做得出来 康宁说我们试试看 结果三个月就弄定 因为他们早就在弄 康宁家公司非常早 他从1851年开始 这一百多年了 就开始做什么 成立的时候 就是在康宁这个小镇成立的 所以大部分工作人员很多 都是在康宁镇的人 就跟这个康宁镇 就把它当作公司的名字 他们就在认真做材料 而且他是最早最早 一开头 他就把10%的预算 放到研发里面 这是世界各国很少出现 这么早就开始 而且不管他股价高股价低 就赚钱多赚钱少或者赔钱 这个预算从来不变 他曾经公司从股价113块美金 掉到剩一块 就是赔钱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研发 所以我们重要的很多材料 都是他做出来 好像我们现在有易经电视 这个都是他发明出来 他这个精神非常可贵 所以康宁公司就怎样 不断在创新创新创新 他专心做材料 提供给所有 各个想要创造奇迹的人 有好的材料 这个就是长期在准备 他长期为所有人在准备 能跟他比的公司 大概只有3M这两家公司 都是非常看重研发的 所以你看这个研发的比例 可以看出一个公司的什么 远见 就他看的事情远不远 还是现在拿来就把钱花掉 这个就最不对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育 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要学习 这不是眼前一定有用 是你要累积这个能量 好像你工具包里面 要有锤子 要有起子 干什么用 每天要捶东西 没有 你要捶钉子的时候 没有捶子你就麻烦了 你要拔钉子没有起子 你就麻烦了 你要拴螺丝 没有螺丝起子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平常就把这工具储备起来 那我们的学习 就是在储备我们的能量 然后呢 这些知识都是未来 你要做更大发展来用的 那整个国家也是这样 人是这样 人要读书啊 人要长期吸收薪资 读书 读新的故事 读新的东西 为什么 让我们有这个能量 那反过来国家也是 这就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 所以你看起来 好像教育很昂贵 哎呀不是 你没有教育 付错代价就更高了 所以很多人说 买书好贵 哎呀会说买书贵的人 是怎样 就是几乎没有在念书的人 就他从阅读里面 并不知道得到多大的回报 那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没读书 就是这个问题 我现在讲读书不是受教育 是你平常有没有持续有阅读的习惯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那会投资下去的人 就是在这里 得到好处的人 那一样 就跟你种树一样 如果这个土不够深 树长不会那么高 树长不高 你看他这树 怎么公园里的树 这么久都从来不会长高 因为他的土不够深 所以他就只能长到这里 土一定要够深 树才能往上 而这个深度呢 就从教育来的 这就是阅读为什么这么重要 也是我们写四季今日 想要启发大家的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 最重要的就是 要把我们大家的深度 给它挖到 够深 更深 那后面这棵树 才有办法成长 这就是我写四季树 这就是我写四季树 这就是我写四季树